一包丢完再一包 手上三大包垃圾 全甩出门外 妇人转身走回屋内 再拿了好几包垃圾 继续丢出去 19号深夜11点多 邻居听到声音 出来查看 像是对她说不要再丢了 但阿姨没理会 继续将家里垃圾 统统往外丢 警察接获通报来了 没人在场 打电话也找不到丢垃圾 这户人家出面 但垃圾被丢路中 总是影响交通 远警干脆自己拎起垃圾 双手搁拎一包 一趟又一趟 来回好几趟 终于把垃圾全放回 阿姨住家铁门外 最后也没忘 把掉地上的垃圾 全都捡起来归还 这地点在台中大雅区的 一处巷子里 这二十多代的垃圾 几乎都是没有压扁的宝特瓶 附近邻居说 阿姨七八十岁了 之前曾因为情绪 比较不稳定 晚上敲锅敲碗 炒到邻居 但没看过他像这样 大量丢垃圾 不只垃圾占用道路 要被警察开单 环保局也接到陈情 阿姨大半夜把垃圾往外丢 影响邻里 你丢玻璃石大人捡 这二十多代的垃圾 通通返还 重回他自家大门 TVBS新闻苏泰影红彩的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